第311集 此刻明月高卦 月亮洒落大地 使得地面如披上了一层 如波纹般的月色 冰冷中带着一丝柔和 别有一番韵意 月光下 灵宅浅 血眉的身影很是高挑 尽管衣着宽大 可还是能看到 那隐隐被勾勒出的 起伏曲线 很是美妙 尤其是生意 带着一丝柔弱的同时 略有沙哑 听到白小春的耳朵里 痒痒的 看到血眉果然出来 见自己 并没有如上次洞府外 任凭白小春如何开口 她都丝毫不见 白小春笑了起来 上次在你洞府前 你不见我 这一次你跑不掉了吧 这四对自己很熟悉的语气 使得血眉深深地看了白小春一眼 眼中露出一丝奇异之盲 她虽戴着面具 看不到面孔 可整个人在这一刻给人的感觉 更为的虚弱 轻声开口 多谢血子救命之恩 之前洞府外 因血眉受伤 又失去血子资格 心中茫然 不想见你 还请见谅 血眉说完 向着白小春一拜 这一拜之下 露出了手臂上 一道似存下了一段日子的疤痕 也露出了衣袍下腰臀出的曲线 在那月光中 让白小春的双眼不由地瞄了过去 小兔兔 你和我这么客气干嘛呀 来 把面具摘下来 我好久没看到你了 白小春干咳了一声 心里高兴立刻上前 毫不在意地走过阵法 直接到了宅子大门旁 血眉一愣 似没想到白小春居然会这么说话 更没想到 他居然直接奔自己而来 下意识地退后了几步 请血子自咒 你虽对我有救命之恩 可也不能羞辱于我 我是血眉 不是什么小肚肚 血眉退后时 身体的虚弱更为明显 脚下亮枪 双眸内带着微怒 别闹了 白小春不高兴了 身体猛地一步走出 修为之力周然散开 他本就速度极快 此刻随着修为扩散 在一步之下 刹那间就穿梭了与血眉之间的距离 出现时直接就在了血眉的面前 若是换了其他的时候 以血眉的修为怎么也会阻挡一番 可眼下他重伤未遇 哪里是白小春的对手啊 只是眨眼间 白小春右手以抬起一把就触摸到了血眉的面具 竟一下子直接摘下 黑发如朴 随着面具的摘下立刻甩开 露出了一张灭色苍白 楚楚可怜之感的美丽容颜 虽带着愤怒可似乎这张脸太柔弱了 使得那怒意竟被淡化 看起来好似陈修一样 虽不是什么惊心动魄 可也绝对算是角色 与宋军晚比较 梅兰竹菊 平分秋色 只是 这张脸 不是杜灵飞 叶子 你太过分了 血眉猛的后退 涅色更为苍白 劈头散发 身体发抖 指着白小春 目中露出寒芒 只是她的那张脸 因天生柔弱 使得这一刻的寒芒 竟也给人一种羞涩之感 白小春看到血眉的面孔后 身色突然大变 身上的杀气轰然爆发 双眼直接出现了血丝 你不是小肚肚 你是谁 白小春全是杀机一闪 整个人在这一刻脑海嗡鸣 呼吸急促 血眉面色阴冷 恼羞更多 觉得这白小春莫名其妙 他这一次愿意见对方 也是因救命之恩 可此人居然摘下自己的面具 更是化于疯癫 此刻退后几步 血眉脸上露出绿色 叶藏 你疯了不成 我再说一遍 我不是什么小肚肚 我是血眉 你 你不是血眉 白小春心里很乱 此刻整个人有些疯狂 他死死地盯着血眉的脸 脑海里浮现的 是血足体内 自己摘下血眉的面具后 露出的另一张脸 我怎么不是血眉 你什么意思 血眉呼吸急促 又退后几步 这一刻 白小春让他觉得很是威胁 仿佛一颗随时能炸开的天雷 你到底是谁 为何装扮血眉 血眉在哪 白小春低吼时 一眼看血眉退后 立刻着急 今日之事 他若不弄个清清楚楚 无法接受 此刻一晃之下 直奔血眉而来 右手抬起 在血眉面色变化时 一把就要抓向他的手臂 可就在这个时 突然的 一声咳嗽 从这灵宅后屋传出 今几时咳嗽声 就如同滚滚雷霆 在白小春的耳边 骤然炸开 哄的一声 白小春身体摇晃 抓向血眉的手 顿了下 血眉急速避开 双手掐绝石 在他的面前 出现了一个 虚幻的梅花印记 散出冷冽杀机 对于白小春这里 他已恼怒非常 白小春狠狠的一甩脑海 耳边还在嗡鸣 蔑色苍白 脚下也挺躲下来 抬头时 看向血眉身后 此刻 从后屋走出的一个 中年男子的身影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这中年男子 目光灵力 整个人如一把 即将出窍的利剑 走来时 更有一股惊人的威雅 从他身上散开 使得白小春 竟无法前行半步 无极子老祖 白小春 双目收缩 缓缓开口 若是换了其他时候 面对一位 猿鹰老祖的威雅 他此刻 一定胆缠 可眼下 却不在乎了 无极子 身色肃然 一步步走来 拍了拍血眉的肩膀 血眉有些不服气 可却不敢在自己 父亲面前 继续的露出杀机 爹 血眉深吸口气 压下气血 面前的血色梅花 渐渐的消散 无极子老祖 你的女儿呢 她 她不是血眉 白小春深吸口气 抬头盯着无极子的双目 哪怕对方的威雅 如同怒浪一样 可她依旧 没有任何的退缩 无极子 冷冷的看着白小春 没有说话 她越是不说话 来自她身上的威雅 就越是强烈 白小春身体 慢慢的颤抖 低吼一声时 在她身上 此刻已出现了 阵阵浓郁的血气 这血气属于血足 与她的身体 融合在一起后 使得白小春这里的气势 竟不断的提高 从某种程度上 似能与无极子 在气势上 分庭抗衡 这一幕 让血眉吸神颤抖 她看着白小春 又看了眼自己的父亲 明显的发现 父亲无极子那里 竟目露齐盲 她太了解自己的父亲了 她知道 当父亲的双目 露出这样的光芒时 代表 她对引起她如此目光之人 极为的在意 老夫只有一个女儿 就是她 无极子袖子一甩 身上的气势刹那消失 淡淡开口 听到无极子的话语 白小春灭色苍白 可还是不甘心 继续说了一句 我在心房看到 血眉的脸 不是她 你仔细看看 我与我女儿的脸 无极子平静开口 声音内 蕴含了不容质疑之意 如同天雷 在白小春的脑海里 昏迷而过 白小春息神震动 深吸口气后 她仔细的 看了开血眉的面孔 又看向无极子 慢慢的 她的面色越发苍白 身体下意识的退后几步 眼中露出了茫然 无极子与血眉 二人容貌有相似之处 或许凡人看不大出来 可身为修士目光敏锐 一眼就能看出 这二人是妇女 白小春茫然中 脑海浮现杜灵飞的相貌 再与无极子对比 她此刻非常确定 这二人 没有任何相似的地方 那我当时在心房 看到的是谁 白小春 如被重击 两枪退后两步 墓中露出茫然更多 她无法相信这一切 甚至这一刻 在她记忆里 都出现了错落 她忽然发现 自己分不清了 如果血眉 就是眼前此女 那么当日在心房内 自己看到的 怎么会是杜灵飞呢 而杜灵飞 到底是谁 苦涩中 白小春仔细地回想血色 试炼内的一幕幕 慢慢地 她突然身体一阵 双眼睁大 她想到了 在只能有七个 尸尘的血色荒漠上 在最终 传颂的前后 她注意到 当时的血眉 手背上有一道伤口 面具上 有一些鲜血 似受了伤 可在通道内出现后 她再次 开向血眉时 对方手背上的伤口 消失了 面具上的鲜血 消失了 全身的伤势 竟也消失了 那个时候 白小春以为 对方有什么 特殊的手段疗伤 没有注意 可如今回忆 这里 不对劲 白小春心神强烈震动 抬头时 立刻看向 眼前血眉的手背 这一眼看去 她的身体颤抖 她看到了 在那里 有一道 还没有完全 消失的疤痕 这道疤痕 让白小春的牺牲 掀起了滔田打牢 这个时候 无极子 神色严肃 缓缓开口 看来 你见过了那个 神秘之人 白小春明白 那道疤痕 已说明了一切 自己在 血子试炼通道内 看到的 根本就 不是血眉 当日 梅儿在 进入通道后 立刻失去了 全部知觉 等清醒时 已被传送到了外面 也正是你成为 血子的一刻 无极子 缓缓开口 神色内 呆着凝重 他发现 自己没有任何 关于通道后的记忆 心中茫然 更有恐慌 这才立刻来找老夫 说明此事 老夫听闻也 息神震动 立即全力 展开调查 可查遍了所有 也没有丝毫收获 你既认识那个人 告诉老夫 此人是谁 白小春 张开口 想要说些什么 可最终 却没有说出 杜灵飞的名字 他忽然发现 自己 也不知道 杜灵飞是谁了 甚至 他都不知道 杜灵飞这个名字 是真是假 杜灵飞的一切 如同一个巨大的谜团 让白小春 只能沉默 而有关杜灵飞的线索 在这一刻 也直接 断了 拜上后 白小春摇头 向着无极子 与血眉一摆 拽身默默离去 血眉轻叹 他看出了 白小春 与那在通道内 替换了自己之人 有着 非同寻常的关系 也看出了 白小春的难过 无极子 凝望白小春的背影 没有去阻拦 眼下的白小春 身份极为特殊 若他不愿输 就算是无极子 也无法强迫 走在街头 白小春 随意找了一处空的灵宅 望着天空的月色 他脑海回忆 与杜灵飞认识 至今的一幕幕 最终 确定了 无极子妇女二人的言辞 许久 白小春轻叹了一声 杜灵飞 你到底是谁 时间流逝 很快过去了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里 灵穴二宗 与玄熙宗 以及丹熙宗 逐步的融合在了一起 以玄熙雄城 作为临时山门 同时在这一个月里 灵熙宗 与血熙宗的修饰 因这场战争的配合 已经有不少弟子之间 成为了朋友 彼此相处 虽非完全融洽 依旧还有不少摩擦 甚至时尔 还有斗法之战 可总体来说 确实比曾经 勉强融合时 要好了太多太多了 似乎每个人 都在克制自己 毕竟战争还没有结束 即便是在下游 没有了对手 可所有的目的 都在中游 只有成为了中游宗门 这一战 才算真正结束 有着这样的目标 灵熙二宗彼此之间 如同有了强力的粘合 无论是老祖 还是金丹修士 都很明白 合则两利 分则双亡 在这样的前提下 又有白小春的存在 使得这两宗 正向着完全融合 不断的迈步 而玄熙宗的赤魂老祖等人 也与玄熙宗二宗 达成了约定 全力的配合荣禀 只是希望能在未来的宗门内 保留玄熙一脉的存在 玄熙宗这一次 也算是诚心诚意 毕竟他们已经战败 而如今一旦 灵血二宗组成的新的宗门 可以入住中游 那么间接的 并入其内的玄熙宗 也相当于进入了中游宗门 那里的无限资源 甚至突破的希望 都让玄熙宗 根本就无法拒绝 甚至还有情力付出 至于丹熙宗 也是如此 那些曾经叛变的丹熙宗修士 由部分内心羞愧 在丹熙宗谅解之后 重新回归 这两个宗门 原本是生死之争 可言一下 因着新的宗门内 明显的灵血二宗势力强大 他们示弱 想要在未来 有一定的话语权 必须要彼此的缓和关系 只有这样 才可以让自身的这一脉 在未来的宗门内 资源分配上 不会减少太多 这些事情 白小春只是关注了一下 没有太去注意 自然有灵血二宗的老祖们 去权衡 他在闭关了一个月后 也终于将杜灵飞的事情 完全的埋在了心底 恢复过来后 还没等他走出灵宅 去看看张大胖等人 就立刻被灵溪宗 一代老祖的法职 直接交到了 雄城中心的大殿内 白小春有些不大情愿 可却没办法 只能叹了口气 去了中心大殿 一路上 不少弟子 在看到白小春后 都热情恭敬 纷纷败戒 白小春心中 慢慢的舒坦起来 师侄们 你们辛苦了 好好干啊 加油 我很看好你们哦 白小春挥手 心里越发舒坦 随着这些话语 挥手 那层淡淡的郁郁之情 全部消失了 尤其是在那大殿内 守护在这里的 四宗弟子 全部向着白小春 一拜后 听着他们高呼的 少祖之声 白小春整个人 都飘飘欲现了 好好努力啊 昨晚有一天 你们也可以成为 少祖的 白小春 立刻摆出 长辈的姿态 背着手 韩小时踏入大殿里 刚一踏入 白小春 立刻吸了口气 这大殿内 威亚几重 甚至四周的虚无 都出现扭曲 他一眼就看到了 在这大殿 自己的前方 赫然坐着 一群老祖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灵喜宗 除了铁木真人外 四大猿鹰老祖 全部出现 血喜宗内 也是如此 除了宋家老祖 其他六人 都一个个端坐在上 玄喜宗的四位老祖 包括赤魂在内 也是这般 还有丹喜宗的三位老祖 一共十七个 约英真人 坐在这大殿后 一股让人 惊心动魄的威亚 在这大殿内 充斥扩散 几乎在白小春 进入的瞬间 这十七人的目光 刹那就凝聚在了 白小春身上 这些目光各自不同 灵喜宗 与血喜宗平静 玄喜宗 则是复杂 尤其是赤魂老祖 更是心中 生起阵阵无力感 而丹喜宗的 三位元英修士 则是目中 露出奇异之盲 似对白小春 有很大兴趣 毕竟 如今 动脉下游 修真界的局势 可以说是 全部因 白小春一个人 而彻底改变 面对着 十七个 元英真人的目光 白小春 哆嗦了一下 深吸口气 满脑子都是 鸟尽工藏 秋后算账之类的 不好的话语 面色都苍白起来 睁大了眼 紧张的看着那些老祖 可心中还是觉得 不大可能 几位老祖 早啊 白小春 小心翼翼的开口 他话语一出 大典内 除了灵喜宗的几个人外 其他元英修士都一争 可却没有说话 只是看向白小春的目光 更加深邃 让人摸不清 他们的思绪 白小春 有一件事情 需要 灵喜宗一代老祖 看了白小春一眼 缓缓开口 白小春 一看到这些人 这么一副样子 心里都打颤了 又听到一代老祖的话语 琢磨着 这些老家伙 一定没什么好事 等着自己 眼下摆出这种气势 莫非是要自己 去完成什么 凶险异常的事情吗 一想到这里 白小春 面色顿时变换 他心跳 立刻加速 他心想 可千万不能让对方说完 不然自己拒绝起来就难了 于是一咬牙 还没等灵喜宗 一旦老祖说完 他忽然捂住胸口 惨叫而一声 整个人喷出一大口鲜血 亮强的退后几步 面色煞白 沙哑的开口 诸位老祖 这一战 我伤势太重了 尤其是 旧伤先生一起爆发 我要闭关 我要去疗伤 那个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白小春说着 赶紧就要后退 可没等他退后几步 灵喜宗一代老祖眼睛一瞪 站住 白小春脚步一跺 哭丧着脸 又强行的溢出一些鲜血 可怜兮兮的看着一代老祖 老祖 老祖 我真的受伤了 很重 很重 而且我名气太大了 出去的话 很多人要杀我的 而且其他弟子都有意见了 应该给更多的人 一些机会 我不能继续出战了 灵喜宗一代老祖很是头痛 哭笑不得时 他身边其他灵喜宗老祖 纷纷苦笑 他们也听说过 白小春的这副性格 此刻看到后 很是无语 血喜宗的众人 纷纷愣了一下 尤其是无极子 更是不可思议 血喜宗十足 也是诧异 他们都尚且如此 那就更不用说 玄喜宗与丹喜宗了 尤其是赤魂老祖 睁大了眼 一脸的不可思议 活见鬼了 他实在无法将 眼前这个白小春 与之前战场上 自己看到之人 联系在一起 甚至他觉得 自己一定是出现了幻觉 要么就是 白小春被替换了 丹喜宗的那三个老祖 也都呆了一下 看着白小春 听着他的话语 此刻脑海也是嗡嗡的 有种匪夷所思之感 隐隐觉得 这样的人 居然能改变了 动脉下游修真剑的格局 情何一看呢 不是让你出战 令熙宗一代老祖 摇头开口后 白小春眨了眨眼 再三确定了一番 都说了 不是让你出战 是我们商议之后 准备按照你当初说的 成立一个新的宗门 这个宗门的名字 想问问你的想法 灵熙宗一代老祖 扫了白小春一眼 啊 宗门的名字 那个 你们觉得不死宗如何啊 或者 长生宗 不对不对 我们去中游的要 要有何字 要不 你何宗 或者 乌龟何宗 乌龟何宗 这个名字好 寓意深远 我想想啊 王吧 王 白小春还是有些紧张 小心翼翼的开口 还没等说完 众人都瞪起了眼 灵熙宗一代老祖头痛 赶紧打夺了白小春的话 就叫你何宗 同时在大典上 也要正式册封你的 逆和宗的 少祖 宣告天下 这次叫你过来 除了宗门名字外 还要问问你 对于少祖的想法 灵熙宗 一代老祖赶紧开口 全部说出 生怕继续下去 白小春这里会爆出 更多不着调的话语 说出 更让人无语的宗鸣 正式 正式册封我为少祖 白小春愣了一下 这才彻底放心 确定了 的确不是要让自己去执行什么危险的任务 暗中松了口气 他立刻 神色从紧张变成了肃然 嘴角的鲜血 瞬间消失 面色更是刹那间 从苍白变成了危严 立刻昂首抬头 如同山风 气势时 骤然爆发 整个人顿时 沉稳无比 化身英雄 此事 弟子当然不让 白小春 沉申开口 一股铁血 无味之意 瞬间在脸上露出 目光 更是如闪电般 炯炯有神 这一幕的转变 再次让大殿内所有老祖纷纷睁大了眼 尤其是玄西宗的赤魂老祖更是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 目中有些茫然 丹西宗一样如此 就连血 也都呆住 灵西宗几个老祖纷纷苦笑 有些尴尬 至于灵西宗一代老祖狠狠地瞪了白小春一眼 揉了揉眉心后 语气不满地说了一句 我看此事还是考虑一下吧 老祖 我觉得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做逆合宗的少祖了 这种事情不需要再考虑了 我 我同意了 白小春抬起头 身上气势再次散出 头发飞舞 双目内仿佛蕴含了星辰 这一刻的他超越天角 如同绝食止步 你的名气太大了 应该给其他弟子一些机会 血细宗的十足 干咳了一声 忽然开口 老祖 名气大 代表了责任 这份责任太重了 我白小春爱护宗门 岂能让其他同门牺牲 来承担本应该是我称其的责任 此事 对他们不公平 我白小春做不到 绝对做不到 既然命运选择了我 既然宗门选择了我 我白小春 赴汤蹈火 绝不皱一下眉头 白小春 袖子一甩 抬头时正气凌然 仿佛天下地上 他的一身正气 可以喊动天地 可你都受伤了 身为少祖 日后 说不定受伤的机会更多 赤魂老祖忽然开口 白小春一乐 这一次 他是真的仔细地想了想 内心纠结之后 狠狠咬牙 表面上 却洒脱一笑 我被修饰 谁人不流血 我白小春只希望 我这一辈子 都不会 有被宗门流泪的那一天 我愿用一辈子的血 去换取这个希望成真 因为 我是逆河宗 少祖 白小春 看似在笑 可那笑容里带着沉重 更有对宗门的期望 对未来的执着 在这一刻 随着他话语的传出 随着他那身气势的崛起 使得大殿内所有人 全部心神疑震 若非是 方才看到了白小春 与此不同的一幕 怕是眼下众人 都会将白小春 看成是忠义无双的 绝世之人 大殿内沉默 四宗老祖 一个个都神色古怪 望着白小春 办上之后 灵溪宗一代老祖笑了笑 好 一个月后 会举行大典 通告动脉下游修真节 逆合宗 正式成立 同时我们也会上交战帖 向上游源头 星空道击宗申请 战空合院 取而代之 此战 白某 期待已久 白小春 毅然一笑 淡淡开口后 又与几个老祖上台一番 这才带着一副 愁愁满志的气势 转身时 踏着大步 走出大殿 出了大殿后 白小春 岂是不解 一路走去 所过之处 无数人看到后 都是一争 很快 狂热钻井之意 更为强力 直至白小春 回到了灵宅内 这才气势一松 整个人深吸口气 目中露出激动 与振奋 那群老头 方才吓死我了 还以为要去完成 什么危险的任务呢 早说 要正式册封我为兽祖啊 白小春得意 摇着脑袋 排西坐在那儿 身为少祖 名气之大 必定轰动八方啊 到时候口号也要换一换了 不能是中风血子 法力无边 灵溪天脉 微震八方 应该是换成 逆河少祖 天下无敌 白小春想到这里 更为兴奋 至于安全 身为少祖 是最安全的了 绝不会自己出门 每次出去 都得有大把大把的弟子陪同 白小春心里美滋滋的 对于一个月后的大碟 极为期待 很快的 关于逆河宗成立之事 传遍四宗弟子 成为了之后的这段时间 被议论最多的话题 更是随着消息的传开 随着邀请的扩散 东脉下游修真界 全部轰动 所有的小宗们 以及无数修真家族 以及不计其数的散修 全部震动 对于他们来说 四大宗任何一个 都是庞然大物 可如今四大宗居然一统 这样的实力 已经是东脉下游历史以来 都不曾出现过的最强宗门之力 尤其是 在这段时间 在无数修真家族 以及墨游的小宗门之中 还有一个消息 让他们每个人都在颤抖 都狂热 都激动 这消息说的就是 逆河宗的目标 不仅仅是一统 还有就是要杀上中游 取空河院代之 一举成为中脉宗门 这一消息让人疯狂 因为这代表的 一旦逆河宗成功 那么在下游 将空出四个下游宗门的名额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逆河宗 对中游宗门的渴望有多深 那些墨游 以及修真家族 对于下游的渴望 就一样的有多深 种种纷争 暗中的交易 以及扩散开来的震荡 在东脉下游修真界 顿时形成 而这一切的中心 则是一个月后的 逆河宗成立大典 逆河宗 没有定下任何山门 即便是这雄关所在 也只是一个临时山门而已 因为能适合逆河宗的山门 只有如今的空河院所在之地 虽是临时山门 可这座雄城 在四大宗上百万的修饰修复下 很快的就完好 更是被扩展开 使得这座雄城更为磅礴 气势如虹 因四大宗的底蕴在此 使得这里的苍穹 无时无刻都有漩涡轰隆隆的转动 有威亚扩散 随着大典时间的临近 整个下游修复阵的宗美与家族 纷纷展开各自的手段 向着雄城赶来 一时间太紧 所以能赶来的都是具备一定实力者 至于那些没有实力的 根本就来不及到来 虽然如此 可东脉下游修复阵 实在太大了 每一宗都控制着四处墨游 以及诸多的修复家族 有太多的利益关联 所以在大典开始前 来临之人 已到了一个恐怖的数量 甚至雄城内都无法住下 纷纷以雄城为中心 居住在了四周 几乎每一天 都有无数人到来 终于 大典之日降临 这一天 逆河宗修士控制八方 每个人都穿着整齐的道袍 气势全部掀起 天空上漩涡轰鸣 所有底蕴进出 十七个老祖 如同十七尊神奇 在高空 威严滔天 下方上百传承金单 每一个都是宗门中的 中间瑰宝 未来无限可能 还有数百台上账牢 任何一个都如凡星 再加上 那更多的主机修士 密密麻麻 使得天地色变 风云卷动 形成的威业 让雄城外的观礼之人 全部袭身颤抖 呼吸急缓不移 事成惊呼之人 不在少数 天地为正 岁月为世 逆河宗 今日成立 沧桑的声音 从天空传来 互鸣八方 形成天雷 不断的扩散时 在这片区域的 每一个修士心神内 直接炸开 我灵溪宗 从此放弃宗鸣 自愿加入逆河宗 我玄熙宗 从此放弃宗鸣 自愿加入逆河宗 我玄熙宗 我丹熙宗 随着四大老祖的声音 陆续传出 整个世界 似乎都昏鸣起来 苍穹翻滚 似见证这一刻的誓言 见证这一刻 一个在东脉下游 修真节 前所未有的 宗门的崛起 白小春心情激动 他此刻站在半空中 看着上方 看着下方 看着四周的一切 他的心情波动 无法形容 就在这时 突然的一变扎起 一道金色的光芒 在天空上 木然出现 这金色的光芒 闪耀间 仿佛一道金色的闪电 昏明中 竟直接撕开了 苍穹的漩涡 化开了一道 足有数万丈大小的 巨大窝口 这窝口的出现 仿佛天崩一样 又滚滚威亚 周然降临 在这威亚下 所有老祖 所有金丹 甚至就连 逆河宗的底蕴之力 也都瞬间被压制下来 仿佛是在萤火旁 突然出现了名誉 不但是逆河宗 众人被压制 雄城也都颤抖 四周那些 来观礼的修士 全部哆嗦 一个个脑海嗡鸣 好似看到了天尾 奇奇的跪拜下来 整个天地 瞬间鸦雀无声 天空上的 逆河宗老祖们 也都颤抖 一个个勉强抬头时 看到了 从那巨大的窝口内 此刻赫然有一个 巨大的眼睛 缓缓的露出 这眼睛 足有数千丈大小 此刻在窝口出现一幕 让所有看到之人 都牺牲狂着 好似 这个世界成为了一个瓶子 而此刻瓶子外的人 正一只眼睛 扒在瓶子口 盯着这里 白小春夜心惊地 屏住呼吸 非以所思地 看着这一切 那眼睛冷漠地 扫了一眼大地 缓缓抬起时 有嗡鸣的声音 从那祸口内 嗡嗡地传出 回荡天地 逆河宗 截止 第三百一十四集 逆河宗几个老祖 相互看了看 都神色激动 血熙宗十足 深吸口气 抱拳深深一拜 我等 接旨 关于你等的战争深情 我星空道几宗同意 准你逆河宗 灭空河院 去而代之 嗡鸣之声 再次低沉地回荡 每一个字 都超越天雷 炸开八方后 随着最后一个字 说完 一道金光 从那祸口内飞出 直奔血熙宗十足而去 落在他面前时 化作了一枚金色的玉剑 与此同时 苍穹的祸口 消失无影 如那巨人 从来都没出现过 四周短暂地寄进后 血熙宗十足 拿起金色玉剑 高高地举起 在他举起这玉剑的时间 四周逆河宗的修士 还有大地上 无数官吏之人 全部高呼 逆河 必胜 生意 超越天雷 在这片世界内 滚滚扩散时 逆河宗的修士 尤其是 元灵系宗 与血系宗之人 也在激动地嘶吼 即便是 血系宗 与单系宗的弟子 此刻 也被影响 似对于这个新的宗们 也有了 自细与期待 毕竟 最好的合并 最好的磨合 就是战争 在战争这个血肉末盘的力量下 才可以让这四个宗们真正的融合在一起 真正的产生蜕变 形成新的辉煌 白小春 上前听风 在这众人的欢呼中 血系宗十足抬起头 目光扫过四方 最终落在了白小春的身上 生意压过一切杂意 成为了所有人心神内的唯一 白小春身体一震 在这样的环境下 他全身热血沸腾 深吸一口气 稳住情绪 向前一步走出 出现在了十七位援英老祖面前 弟子白小春 拜见诸位老祖 白小春 抱拳一拜 神色肃然 更有煞气弥漫 整个人散发出铁骨蒸蒸之意 如同百战先神 气势一时无二 他的脸愣脚分明 似有冷酷蕴含在内 目光深邃 仿佛有星辰日月 在气中运转 尤其是血气之力 更是在他四周弥漫 如形成了血色铠甲 血色披风 这一刻的白小春 在他身上 看不到丝毫的胆小 看不到半点的顽力 显露在众人眼中的他 如同山峰一样挺拔 如同大海一样深沉 这一幕 立刻让所有看到之人 全部吸神震动 尤其是那些 首次看到白小春的羞使 一个个都深吸口气 目中露出敬畏 他们早就听说了白小春 这个名字 更是听说了正是白小春 改变了东脉下游 修真界的格局 如今亲眼看到后 那些没见过白小春的修士 纷纷在白小春身上 感受到一股 无双天骄的凌冉之意 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 圣明之下 无虚事 他就是白小春 果然是天之骄子 这白小春 我之前听过一些传闻 有人说此人英明神武 天生不凡 如同星辰一样 摧残无尽 可也有不少人说 此人胆小贪生 卑鄙无耻 如此人物 难免遭人嫉妒 现在想来 我曾经听到的一些 关于此人不好的消息 都是虚假的 而那些认识白小春的 血系宗还好一些 至于灵系宗的众人 则是有不少 直接瞪大了眼睛 仿佛不认识一样 张大胖呼出口气 侯云飞笑着摇头 徐宝才等人 更是感慨万千 觉得白小春 对于表情的改变 已经到了 炉火纯青的地步 白小春心底得意 美滋滋的 满脑子都是幻想 自己成为少祖后的 一幕幕炫耀与风光 心里很是期盼 可表面上 却不露丝毫 身色肃然 仿佛铁血战士一样 冷漠的站在那里 摆出曾经业葬的气势 引来无数的喝彩的同时 也让那十七个老族 纷纷的身色古怪 也在心底松了口气 他们生怕 在这隆重的典礼上 白小春露出当日 在大殿内的一幕 白小春 成为我逆河宗的少祖 代表要肩负其 兼具的责任 从此之后 你的一切都要以宗门 为核心 你的生命 你的荣耀 你的所有 都与宗门有着割舍 不断的联系 宗门容 你亦容 宗门辱 你亦辱 反之 也是如此 无论在任何地方 无论在任何岁月 你 你的家 你的根 你的一切 都与宗门同在 如果有一天 宗门不在了 你更要重建宗门 如果有一天 宗门前所未有的辉煌时 你同样有责任 守护宗门 让整个逆河宗 不会分裂 不会迷失本心 白小春 你 做好准备了 你能肩负这份责任吗 回答我 血系宗师族 神色前所未有的严肃 声音传遍四周 掀起 阵阵的音爆 让所有听到之人 都是心神震动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永恒 白小春身体遗颤 这一刻 他收起了所有的得意 收起了所有炫耀 与风光的心思 他默默地站在那里 心中浮现出一股 在他身上 很少见的 真正的肃然 他忽然发现 少祖这个身份 代表的 不仅仅是风光 而是一份 沉重的责任 从这一刻起 他与逆河宗 这一辈子 都无法割舍 也割舍不断 这里 将成为他的家 也是他心中 这一生最宝贵的地方 白小春墓中有些恍惚 他想了很多 想起了 东霖山脉下的茂儿山 想起了村子里的乡气 想起了 爹娘去世前 抓着自己的手 想起了 自己一次次点香的过程 想起了 灵溪宗内的所有 想起了 血系宗内的一切 他下意识地回头 看了一眼 在传承序列中的李清侯 这一刻的李清侯 心中充满了自豪 他骄傲 自己戴上山的白小春 终于 长大了 也走到了如此高度 再察觉白小春 看向自己后 李清侯脸上 露出欣慰的笑容 望着李清侯的笑容 白小春 长息口气 眼中露出坚定 向着血系宗师祖 一抱拳 我 准备好了 五个字 他说得很慢 因为这五个字 太重太重 可是 他还是 将其说完 在说完的瞬间 无数人的目光 没有让白小春 觉得疯狂 而是感受到了 从这一刻起 自己的肩膀上 多了 必须要撑起的责任 血系宗师祖 凝望白小春 以他的年纪 以他的修为 看出了这一刻的白小春 他的回答 发自肺腑 来自真心 微微点头后 他开向身边的 林希宗一代老祖 二人对望后 都看到了 彼此眼中的果断 与坚定 从今日起 册封白小春 为我逆河宗 少祖 血系宗师祖 在没有犹豫 木然开口后 整个天地 逆河宗所有修士 全部身体震动 齐齐地向着白小春这里 抱拳一拜 拜 拜见少祖 这一拜 不仅仅是外门内门弟子 还有筑基弟子 还有金丹修士 少祖这个身份 代表着整个宗门 仅次于老祖 凌驾于传承之上 宋缺等人 此刻也只能低头 上官天佑 握紧了拳头 心中苦涩 一样 低下了头 声音轰鸣 回荡四方 形成无数的天雷 轰鸣时 地面上所有官礼之人都随之一样的拜见起来 拜见 他低头看着这一切 心情激荡 似有千言万语在心中 可却说不出来 最终 无数思绪 化作了一句话 没有说出 而是在他心中 成为了烙印 一生抹不去 也不愿抹去的烙印 宗门在 我在 这句话 在他心中难难 尽管没有开口 可他的表情 他的心跳 他的神色 落在逆河宗 园英老祖的墓中 这些人的墓中 各自不同 有的感慨 有的回忆 有的鼓励 与此同时 在雄城内 一处灵宅的房顶 此刻 老猴坐在那里 抬头望着天空的一切 脸上露出和蔼的笑容 白小春 宗门 必不负你 老猴轻声喃喃 他的旁边 趴着一只兔子 这些兔子 此刻一样瞪着眼睛 呆呆的 看着天空 第315集 逆河宗成立的大典 已经结束了 这场大典上的一切成为了东脉下游修真节无数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在下游修真节的无数区域每天都有人提起 无论是星空到极宗的法指又或者白小春的册封还有逆河宗的强悍这一切都无法让人忘记 而临时宗门所在的雄关也慢慢失去了往日的热闹 大量的逆河宗修士陆续的撤离 星空到极宗对于逆河宗申请的答复等于是点燃了一场新的战争 对于这场战争逆河宗内的四大分宗全都非常重视 在意甚至很多人这一生都在期待能有这样的一战 这是山门之战 这是下游几生中游的一战 这一战至关重要 有太多的准备需要去做 所有老祖 心思早就统一了 这一战一定要请全力不惜一切 丹西宗与玄西宗各自回到自己的领地内 他们要将自己能带走的一切全部带走 包括抵御 包括所有 按照约定 他们会在两个月后前往血西宗 从血西宗所在的通天河出发逆流而上 直奔空河院 在各宗撤离前 白小纯身为少祖 要参与很多关于逆河宗的事情 甚至 灵西宗的一战老祖也在一天夜里 与白小纯进行了一次长谈 大殿内 参与这一次长谈之人 是灵西宗除了铁木真人外 其他四位原鹰老祖 还有郑远东也在一旁 另外一位则是 李清侯 在灵西宗一战老祖开口前 他挥手间将此地彻底封印 使得这里的话语 无法传出丝毫 也不会被外人所察觉 甚至其谨慎的程度 让白小纯都觉得吃惊 他不但自己出手 更是其他几位老祖也都出手 尤其是 最终似乎还不放心 一代老祖甚至取出了一面罗盘 将其开启后 散发出黑白两色的光芒 笼罩四周 进行最终封印 看着那罗盘 白小纯立刻感受到一股恐怖的威亚 这看似平凡 甚至有些残破的罗盘 在白小纯感受里 竟与宗门抵御不相上下 这只罗盘 残破的太厉害 似乎只剩下了封印空间之力 没有了其他的未能 由此先祖一流的路线罗盘在 就算是天人静的强者 也无法断时间内赶知这里的一切 做完这些 一代老祖松了口气 看向白小纯时 神色肃然 小纯 接下来老夫要与你说的事情 你要牢牢记住 出了这里 绝不可与人说出丝毫 否则的话 将引来弥天大火呀 白小纯有些发愁 他琢磨着 既然这样 自己还是不听的好啊 万一哪天嘴快说了出去 岂不是小命要丢吗 正迟疑时 灵溪宗一代老祖 缓缓开口 本不想与你说的 可你既身为逆河宗少祖 有些事情若不告诉你 日后一旦出了问题 便是连累了你 白小纯只能打起精神 深吸口气 眼巴巴的望着一代老祖 我灵溪宗 不是东迈修真界之人 一代老祖 没在意白小纯的表情 抬头看着远方 似目中露出追 我们的来历 是北迈修真界 曾经的源头宗门 齐鸣寒门 白小纯是心神阵晃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一代老祖开口 居然说出的是这种言辞 灵溪宗 竟有如此来历 这一切来得太快 让白小纯有些发懵 尤其是寒门这两个字 让他想起了寒门要卷 曾经的寒门 身为北迈源头之宗 与星空道几宗齐鸣 因一次叛变 寒门分崩离析 被消消夺取 贤北不得不忍辱偷生 在死伤无数的情况下 最终来到了东脉修真界 在这里重新扎根 逃到此地的人 只有两个 一个是我的师尊 另一个 则是寒门的那一代真灵 灵溪宗就是在师尊的暗中帮助下 一步步成为了东脉下游死宗之一 而那寒门的真灵 则是我灵溪宗真正的底蕴之力 一代老祖声音回道 其余几个老祖也都沉默 正远东肃然 李清侯此刻一样目中露出吃惊之意 显然他也是此刻才知晓这一切 只不过真灵当年伤势太重 只能化作寒干之失沉睡 多少年来不曾苏醒 想要让其苏醒 只有一种叫做逆河的弹药 才可以让其苏醒片刻化解一切危机 而这 实际上也是我们当初与血系宗开战 真正的底牌之力 只是 逆河丹 我们只有一力 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用啊 一代老祖凝望白小春 语气缓慢 蕴含了一丝沧桑 白小春此刻心中 毅然掀起大了 他呼吸急促紊乱 隐隐明雾 多少年来 任凭我们想了无数办法 也都无人可以炼制 我需要你 回到灵溪宗后 去拜见一下真灵的同时 想办法 在这一次的中游战争前 争取炼制出 逆河丹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一旦你炼出 对我灵溪一脉 对逆河宗都有极大的帮助 一代老祖 目中露出期待时 白小春谁吸口气 脑海有些嗡鸣 对方所说的事情 他觉得不可思议 回忆 逆河丹的丹方号 这才若有所思 逆河丹 他之前研究后就觉得 此丹诡异 演一下这么看 终于明白 原来此丹 是专门给那所谓的 真灵服用之物 寒门药卷 你何单 白小春喃喃低语 一代老祖点了点头 这两样物品 是一位宗门的前辈 给你的 那只猴子 白小春 木然开口 在这句话说完后 看到一代老祖 迟疑中点头时 白小春 似乎一下子 明白了很多事情 此事太大 白小春 需要时间去消化 直至离开了大殿 回到了灵宅时 白小春也都觉得 不可思议 他取出寒门药卷 取出逆河丹的丹方 仔细地看了后 沉默下来 逆河丹 白小春 轻声低语 他忽然对于老祖 所说的真灵 有很大的好奇 想要去看看 到底真灵 是什么个样子 一天后 随着丹玄二宗的 相继撤离 血熙宗的众人 也选择了回归 准备回 血熙宗山门 在那里 他们有一件 最重要的事情 要去完成 临走前 血熙宗十足 找到了还在 消化灵熙宗 来历之事的 白小春 说出了一番 让白小春 又一次 倒吸口气的话语 小春 你可知道 我血熙宗 血祖的来历 血熙宗十足 在白小春的灵宅内 布置了阵法封印后 转头开向白小春 木然开口 啊 什么来历 白小春愣了 他觉得 血熙宗 与灵熙宗一样 怎么那么多秘密啊 似乎每一个 都有很大的来历 可这些秘密 却都让自己知道 苦恼啊 此刻 呆呆的望着十足 哦 原来你也不知道 我以为你获得了 传承 能知道一些 血熙宗十足 叹了口气 这句话 落入白小春二中 白小春只能苦笑 血祖来历 是一个谜团 先不去考虑这个 我血熙一脉 研究血祖多年 得到了一个推论 血祖之身内 存在了血主的传承 所以才出现了传闻 现在也证明了 我们血熙宗一代代人的研究 是正确的 可你不知道 我们得到的推论 还有一个 那就是 血祖之身 并非不能移动 血熙宗十足 缓缓开口时 白小春眼睛慢慢 瞪得低流远 他从来没想过 血祖的身体 有可以被操控的那一天 一想到 当日自己获得传承时 感受到血祖身体的磅礴 他就吸了口气 血祖之身庞大无边 沉在通天河下 可你也看到了 血祖五指封上 我们的阵法 这阵法的真正目的所在 实际上是为了有一天 是我血熙宗 可以操控血祖的身体 血熙宗十足继续开口 听到这里 白小春立刻想到了 自己在中风看到的阵法 而当年的无极子 与血梅 也曾操控过阵法 去影响血气 甚至白小春成为血子后 他也感受到了阵法的存在 仿佛是身体上 多了一层衣服 以衣服来操控身体 想到这里 白小春忽然有些明白了 血熙宗的想法 若有所思 只不过 此事太难太难 我血熙宗准备了太多岁月 在血族体内也有阵法布置 可至今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因为我们缺少一个重疏核心 这个核心的作用 就是将所有血熙宗弟子的血气 凝聚在一起 作为力量去操控血族之身 这个核心 根据我们的研究与推测 唯有血熙宗可以做到 也唯有你 可以做到 老夫希望 你能回血熙宗一趟 在那里 配合我们血熙宗所有修士 进入血族体内 操控血族之身 以其身 逆河而上 杀入 控和缘 一旦做到 入主控和缘之时 我逆河宗的把握将多上不少 血熙宗师祖目露其忙 这是他毕生的愿望 白小春沉默 拜上之后点了点头 他对于操控血族之身 也有很强的期待 血熙宗师祖微微一笑 看了白小春一眼后 与白小春约定了时间 浙才带着血熙宗所有人 离开了熊关 回血熙宗准备 白小春 又等了几天 直至灵熙宗众人 也开始出离后 他跟着大部队 走出了熊城 浙才终于确定 没有人要继续 与自己说秘密了 怎么那么多秘密啊 白小春感慨 也有一些自豪 觉得自己很显然是一个 在别人眼里 愿意与自己分享秘密的人 随着四大宗的全部撤离 熊城之地慢慢的空了下来 只有一些被留下的 助扎修士在这里守护 灵熙宗的大军 是最后一个撤离的 因人数太多 且此地已不是灵熙宗范围 以灵熙宗的第九山之力传送 消耗太大 所以需要众人回到东林中后 才可以分几次 传送回山门之地 至于大军的行程安排 不需要白小春操心 也不用老祖们过度思索 郑远东身为掌门 在这个时候 他的作用比老祖们还要大了不少 安排了一些太上长老跟随 甚至还留下了一位老祖护送后 灵熙宗一代老祖 带着白小春 以及传承序列 首先离去 第九山的传送之力 虽隔州挪移 消耗不菲 可若人数不多 还是在灵熙宗的承受范围之内 很快的 随着传送光芒的冲天而起 半空中的白小春 以及传承序列的身影 在下方无数修饰的 憧憬目光中 逐渐消失在了苍穹内 白小春很是感慨 望着下方的大地 他有心带上张大胖 侯云飞等人 甚至周新奇他也想带着 可此事由不得他来胡闹 毕竟这种隔州的传送 多一个人 耗费的资源也不一样 不是兄弟我不帮你们 说我也做不到啊 白小春向着张大胖等人挥手 在张大胖等人的郁闷中 在上官天佑的咬牙中 在鬼牙的无奈里 白小春的身影消失了 轰鸣之声 扩散天空 白小春眼前一花 那种传送之力 笼罩西神 当一切清晰时 他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 灵溪宗山门 中斗山的半空中 那种传送的不适 对于金丹修士而言无碍 白小春这里肉身强悍 又是天外注击 虽有一些蔑子苍白 修为不稳 可随着几次深呼吸 很快恢复如常 让四周的传承序列 也都多看了他几眼 尤其是李清侯 在看向白小春时 心中很是欣慰 他很多次与许妹相独处时 提起白小春都满是自豪 小春 你随老夫来 刚一归来 一代老祖神色肃然 看到白小春 荡仙走出 其他老祖以及传承序列 纷纷回到宗门内 开始准备 他们之所以被传送这 不惜代价的隔州传送 除了身份尊高的缘故外 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 他们要打造出一艘 庞大无比 可以在通天河上行驶 逆流而上的通天战州 想要去中游 若是走陆路 不但遥远 更是凶险太多 甚至还存在一些 避障之地 难以通过不输 途中必定会有消耗 这种战前消耗 会成为对于战争的 不利因素 逆河宗的十多个老祖 商议之后 已有决断 那就是走河路 而能在通天河中 逆行而上的舟船 绝非寻常 在材料上更是挑剔 至关重要 且玄熙宗与丹熙宗 如今根本就无力打造 所以 这一切的重任 就落在了 灵熙宗的身上 虽玄熙宗与丹熙宗 都送出了大量的非凡材料 可最终 还是缺少一根 舟船的龙骨 龙骨的选择 最好是一根巨兽之骨 商议之后 灵熙宗已有决断 而眼下需要做的 就是让那些传承序力 以及其他几个老祖 用最快的时间 打造一艘半完整的战舟 这样的话 只需再取得兽骨 安置进去后 一艘可以容纳四大宗 上百万修饰的通天战舟 就可形成 每个人都在忙碌 没有半点休息的时间 随着众人散去 白小春跟随一带老祖 直奔种到山而去 很快的 就到了种到山后 锦地所在 小春 你的任务 就是争取 炼制出逆河丹 老父先带你去看一看 真灵沉睡 希望能对你炼制逆河丹 有所帮助 一带老祖 身色凝重 白小春也不由地紧张起来 对于这灵犀宗的最深抵御 他充满了好奇的同时 也有敬畏 真灵 白小春内心难难 随着一带老祖 踏入禁地后 走出了几步 忽然 他四周环境 骤然模糊 仿佛化作虚无 白小春那些遗产 紧紧地跟随 一带老祖的身后 渐渐地 白小春可以感觉到 似乎自己 正在向着下方前行 似乎都到了地底深处 到了通天河的下方 不多时 他的前方豁然开朗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溶洞 四周的墙壁 存在了四个入口 而此刻的白小春 与一带老祖 就是站在一处入口上 下方溶洞内 满是金色的通天河水 四周由阵法光芒闪耀 连接八方 白小春仔细一扫 立刻倒吸口气 他隐隐看去 这里的阵法 弥漫了灵溪宗南北两岸 所有山峰 甚至还有通天河 连接在一起 有通天河水 被缓缓抽来 而这阵法 不是镇压 而是守护 这种手臂 让白小春呼吸急促 目光扫过后 落在了下方溶洞中心 放置在那里的一口棺锅上 棺锅没有盖 在他这个位置 可以看清棺锅内 赫然有一句 女婴的干尸 那女婴虽是干尸 可却存在了一丝生计 在他身上 那种沧桑的岁月质感 很浓很浓 在看到这官国女婴的瞬间 白小春脑海轰的一声 仿佛整个人的心神 都要被吸引过去 一席节 他似乎看到一个 绝代风华的女子 正向着自己 慢慢走来 那种感觉 仿佛自己的魂与身体 不受控制 忘记了一切 甚至连生死都模糊 就在白小春这里 墓中茫然 身体颤抖时 一带老祖 低贺了一声 这 就是汗文真灵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白小春脑海 轰得一声恢复过来 墓中露出清醒后 他倒吸口气 退后几步 面色完全苍白 愣汗全身 心中满是恐惧 回想方才那一术 他心有余悸 你修为不足 难以观察太久 老夫帮你一把 给你实习时间 希望能对你炼制逆和丹 有所帮助 一带老祖 沉声开口时 右手抬起 放在了白小春的肩膀上 顿时 其磅礴的修为之力 骤然爆发 涌入白小春体内 使得白小春身体一枕 再次看向了女婴干尸 这一次 那种被吸引的感觉 轻微了很多 白小春看得很仔细 从头到脚 似要在脑海中 将其勾勒出来 很快的 实习就要结束 白小春迟疑了一下 仅仅是肉眼去看 对于她的炼药帮助不大 此刻她一咬牙 眉心第三目 通天法眼 木然地睁开 在睁开的瞬间 她再次 看向女婴干尸时 她看到的 竟不再是女婴 而是一个绝带风华的女子 这女子闭着双眼 躺在那里 一动不动 四周缠绕无数黑气 这些黑气 如同蛆虫 正不断地吞噬 女子的身体 在她身体内外 钻来钻去 可明显地 被阵法 以及通天河水压制 行动缓慢 而在这女子的胸口内 存在了一尊鼎 此鼎散发出蓝色的光芒 那些黑气蛆虫 似对此鼎记得 其光芒所在之地 不敢靠近 只不过 这尊鼎 如今暗淡无比 光芒也都只剩下一丝 在白小春吃惊时 突然地 她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竟看到那女子的双眼 木然睁开 露出其内一片漆黑的瞳孔 与白小春目光对望 你何弹 以通天河水容生气 凝天地之力 激发寒鼎之味 压制酒魔之力 声音回荡时 白小春猛地颤抖 惊呼噬声 她 她整个也说话了 还没等白小春说完 一代老祖面色苍白 嘴角溢出鲜血 可目中却露出狂喜 右手木然抬起 呼吸急促时 看向白小春 你看到真灵开眼 口吐到阴了 白小春 此刻一脸的不可思议 点头后 一代老祖大喜 向着溶洞下的女鹰 抱拳一拜 不等白小春问询 抓着她 快速离去 很快就出了此地 到了中道山后 一代老祖 目中有激动 真灵开眼 说明她老人家 也认为 你具备炼制 逆核丹的可能 来 我带你去看看 真正的逆核丹 你研究之后 尝试炼制 一代老祖 深吸口气 一把抓着白小春 脉部件 直接消失 出现时 移在了九山内 小心翼翼的 从一处被封印的 密密麻麻的洞府中 取出了一枚 紫色的丹药 放在了白小春的面前 这丹药一样沧桑 不知被炼制了多久 此刻刚一出现 立刻天地色变 四周风起云涌 白小春就立刻感受到 其内存在了一股 无法形容的 升级之力 你何丹 第317集 这升级之力 匪夷所思 竟在散出的瞬间 使得白小春脚下的地面 居然生长出了 无数的小草 这绿色的小草 向着四周不断地扩散 眨眼间 附近数百正内 仿佛成为了草木的世界 还有不少花朵绽放 一股浓郁到极致的升级 正在蓬勃地爆发 可惜 还没等持续太久 一代老祖袖子一甩 立刻将这枚逆荷丹收走 放置在一个木盒内 随着盒子盖住 升级 顿时消失 很快的 这四周的草木开始枯萎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这里的所有小草 全部消失 如同没有存在过一样 白小春目瞪口呆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弹药 与他之前所炼制的截然不同 这种生机之力 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甚至恐怖 这逆荷丹不能打开太久 这一次开启 估计也消耗了一丝药力 一代老祖很是吝啬 有些心疼地 看了白小春一眼 这枚丹药是石锡逆荷丹 传说中 此丹若能炼出极致 可以炼制出永恒逆荷丹 能让真灵彻底苏醒 小春 炼制逆荷丹的一切要求 你尽管提出 整个宗门都会全力相助 一代老祖深吸口气 凝重说道 白小春沉默片刻后 回想自己看到的真灵 以及方才丹药的恐怖之力 他心中没有什么把握 勉强地点了点头后 在一代老祖的目送下 他带着陈思远远地离去 回到了种道山的洞府后 白小春排气坐下 仔细地思索 一方面 是因此单对宗门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 则是亲眼看到 那恐怖的丹药后 激发了白小春强烈的兴趣 一枚丹药的生机之力 竟然如此磅礴 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而且最重要的 居然没有任何草木之感 仿佛这丹药 真的不是用草木炼制出来 白小春 白小春若有所思 他之前也尝试炼过逆荷丹 知道此丹需将通天河水 融入体内 以身体为丹炉去炼制 可若没有草木 仅仅是通天河水 又如何做到形成这样恐怖的生机之力 白小春 皱起眉头 沉默中不断地思索 一天后 他双眼露出疲惫 取出逆荷丹的丹方 仔细看了后 又拿出了寒门药卷 最终狠狠一咬牙 将它们都放下 白小春 取出了在雄城内 获得的圣丹残碧 想要炼制出逆荷丹 以我如今的药道造诣 还是不够 白小春 长舒了一口气 凝望圣丹残碧 尽自己的所能 去感悟 残碧内的药道之影 渐渐的 目中露出无影的茫然 整个心神 都沉浸在了丹碧内 时间流逝 很快 过去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来 白小春闭关不出 始终在感悟 而那些传承序列 以及老祖 也都在忙碌的 炼制通天战舟 修士大军也陆续归来 就连铁木真人 与侯小妹 也都回来了 灵溪宗内 再次热闹 每个人都在准备 对于征战中游空和远之时 摩拳擦掌 这一天 白小春身体一顿 目中的茫然消散 露出一丝精芒的藤石 他再次拿起寒门药卷 这一次看去时 立刻与之前截然不同 很多他之前看不懂的地方 模糊的地方 此刻一眼看去 立刻就明白了含义 他的双目越来越亮 数日后 当他将寒门药卷也放下后 闭上眼 思索了许久后 双目 默然睁开 我要通天河水 他喃喃低语 立刻取出欲解 通知宗门 一代劳族等人 看似忙碌通天赞州 可暗中 对白小春这里的关注 时刻都在 此刻一听说 白小春需要通天河水 铁幕真人亲自出手 取来一大桶的通天河水 送入白小春的洞府内 白小春望着面前的通天河水 目中露出跃跃欲试的期待 他右手抬起一指 立刻飞出一滴 漂浮在他面前时 白小春猛睁开口 一息之下 这一滴通天河水 立刻的吞入口中 在体内轰轰的扩散 以身体为卢顶 容升级入通天河水内 进而使得其升级磅礴 化成灵药 白小春闭上双眼 在体内操控那一滴通天河水 不断地试图融入一丝 自己的升级进去 一天后 一声轰鸣 从白小春的洞府内传出 白小春头发散乱 整个洞府内臭气熏天 可他没有放弃 再次取出一滴通天河水 又一次的尝试 很快的又过去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来 白小春的洞府内昏鸣不断 臭气已扩散开来 弥漫整个种道山 可这一次 没有任何人有丝毫的抱怨 一旦老祖早已出现 亲自为白小春解释 告知所有人 白小春此刻正在为宗门 炼制一枚 至关重要的担忧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生气不够 不够啊 经过半个月的不眠不休 白小春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劈头散发 双目红肿 整个人如疯狂 那一桶通天河水 被他耗费了大半 可却始终失败 根本就炼制不出来 其根本的原因 就是生机不够 白小春 粗略的算了算 就算是把自己的生命 都融入进去 也不如那枚 逆喝丹的十万分之一 这么看来 就算是让宗门修士 奉献出生命 也需要十万个主机 才勉强可以达到 十心逆喝丹的程度 或者十万个主机 或者一万个金丹 或者一千元英老祖 这怎么可能 白小春摇头 这种炼制方法 虽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实际上 根本就做不到 别说灵溪宗了 就算是源头的星空到极宗 也做不到 是我的方向错了吗 白小春喃喃地语 皱起眉头 可任凭他如何思索 也都想不出办法 到了最后 他只能找到一代老祖 苦涩的放弃 一代老祖 虽心中轻叹 看着白小春疲惫的样子 也很心疼 他明白 这逆河丹 若是能这么轻松就炼制出来 那么也就不会难倒 灵溪宗这么多年 一代代人 没有一个成功过 无妨 此事不可强求 小春 三天后 老夫与其他几位老祖 会带着所有的传承蓄力 进入深渊内 去将一句 当年我在那里看到过 可却无力带回的天人兽谷 取回 你也一起去吧 深渊之地 是我灵溪宗早年发现的一处秘境 那里有很多区域 我灵溪宗也都没有走过 虽存在了一定的凶险 可也一样有机缘 或许在开战前 你们能有各自的造化 一代老祖安慰道 白小春疲惫的点了点头 心中有些郁闷 这种在炼药上的打击 让他情绪不高 回到洞府内 打坐修行时 还在思索 你何丹的事情 侯小妹那里虽归来 可显然知道这个时候 不适合打扰白小春 也就没有出现 张大胖等人也都如此 三天的时间 在白小春的恢复下 他的身体以及修为 都慢慢的到了巅峰 对于无法炼制出逆荷丹的郁闷 也被他暂时放下 三天后 随着楚戴内玉检的振斗 白小春睁开眼 取出玉检一看 是一代老祖的传疑 让他到北岸的百寿院内集合 我已经尽力了 你何丹 不是现在的我能炼制出来的 白小春走出洞府 深吸口气 喃喃低语 望着熟悉的扇门 他一步走出 整个人化作一道长虹 直奔北岸而去 途中 有灵犀宗修士看到白小春 立刻神色恭敬 纷纷摆见 看到自己这么受欢迎 这白小春心情总算是好了一些 下意识的背着手 摆出前辈的姿态 还笑点头 尤其是看到一些充满了青春气息 郊躯满是活力的女弟子们 也有不少在看到自己后居然脸红了 那偷偷看来的目光 让白小春更没享受 心情彻底恢复后 干咳了一声 收起前辈姿态 摆出自认为最有魅力的模样 温和的一笑 迎着风潇洒的走过 听着身后传来的心跳加速的声音 白小春心中乐呵呵的 我白小春果然是魅力无限 这怨我实在是太勾人了 白小春正在陶醉时 看到了周新奇 二人目光一跺一望 白小春笑容刚起 周新奇皱起眉头 面无表情的从他身边飞过 新奇师侄女留步 白小春眯了眯眼 觉得自己和周新奇之间 或许存在了一些误会 于是连忙严肃的开口 周新奇脚步一顿 平静的望着白小春 不知少祖有何吩咐 有一句话 我很早之前就想告诉你 可惜一直没有机会 今天我要大胆的向你说出 其实我就是小乌龟 白小春背着手 摆出一副忧郁的样子 抬起下巴 轻声开口 自己心里已经在想 一会周新奇震撼后 自己该如何表气风轻云的 知道了 周新奇身色如常 转身一晃 化作长虹远去 啊 这白小春愣了 呆呆的看着周新奇的背影 有些发懵 周新奇的表现太镇定了 这与他想象中的不大一样啊 还没等白小春反应过来 他的厨袋内 传出小乌龟的爆笑 你是小乌龟 罢了罢了 既然你这么崇拜龟也 以后龟也不骂你就是了 第318集 这白小春郁闷呢 狠狠地拍了一下厨袋 对于那只小乌龟 他是很头痛 可却没办法处理啊 此刻叹了口气 收回看向周新奇背影的目光 摇着头飞向北岸 去了白寿院 铁袋不知去哪儿了 对于白小春的到来 只是在北岸传出吼声 也没有谢身 白小春一看 就连铁袋也都不理自己了 更郁闷了 孩子长大了 就不管老爹了 白小春感慨 走入了白寿院内 白寿院对于白小春来说 就是他的家一样 刚一进来 里面的那些战兽 在看到白小春吼 都纷纷地发出惊喜的吼声 乖乖的 大黑啊 你不可以欺负小花 黑熊 那干什么呢 又在打架 我上次怎么和你说的 去 罚站一个时站 白小春一路打着招呼 在此地战兽的簇拥下 直奔天脚墨龙所在的深渊而去 到了这里时 五位老祖 还有所有的传承序列 都陆续来临 每个人都神色肃然 白小春一看这个阵势 自己是里边修为最弱的一个 不由的谨慎起来 挥散了那些战兽后 到了深渊旁 向着下方看去时 看到了天脚墨龙的身影 在深渊下若隐若现 搬上后 当所有人都来起后 一代老祖目光扫过众人 缓缓开口 多年前 老夫在深渊内 曾发现了一具天人级别的兽谷 可惜无力取回 这一次征战载机 需打造通天战州 而天人兽谷 是最好的战州龙谷 这一次我们五个老家伙 会合力将那兽谷取回 而你们可以跟随 也可以在深渊内散开 各自寻找自己的机缘造化 深渊秘境是一处宝地 甚至与远古时代有些关联 里面很多区域 老夫也没有去过 存在机缘 也存在了凶险 所以 你们切记不可走得太远 一旦不妙 立刻捏碎玉碱回归 一代老祖 肃然开口 众人纷纷点头后 一代老祖袖子一甩 一眉眉回归玉碱 飞出一一的落在众人手中 白小春接过玉解 看了看后 感受到了上面的 第九山传颂之力 这才安心 毕竟 这秘境属于灵溪宗所有 在里面布置阵法 也是应有之事 交代一番后 一代老祖看向深渊 双眼露出精芒 天脚 开启秘境 话语一出 深渊内传来一声 如天雷般的咆哮 天脚木龙庞大的头颅 直接抬起 目露奇光 向着下方狠狠地撞击而去 空明汗天 整个地面都颤抖了一下 百守院内所有战兽 全部寂静 甚至北岸的战兽 也都纷纷颤抖 铁单 正绕着一只 如麒麟般的 雌性战兽转圈 不断地讨好 此刻身体一阵 立刻抬头 与此同时 一个巨大漩涡 轰隆隆中 出现在了深渊下方 有狂风胡小姐 从漩涡内吹出 使得众人衣衫都在狂舞 更有大量的黑气 从这漩涡内钻了出来 扩散四方时 一股沧桑岁月之感扑面而来 从这里 透过漩涡 可以隐隐看到 里面 是存在了一个世界 那里有无数的大山 无数的草木 天空上 由身体庞大 如同翼龙般的凶手 发出凄厉的嘶吼 似被这漩涡的出现 惊到 可却没有后退 而是带着凶起 撞击而来 可就在那只翼龙撞来的瞬间 天脚没隆 那比翼龙身体 还有庞大的头颅 瞬间 从漩涡内伸下 直接一口 咔的一声 那翼龙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竟被天脚没隆 直接吞噬 而他庞大的身体 此刻也顺着漩涡 猛的一钻 直接就飞入秘境内 在这秘境的天空上 他发出一声 惊天动地的咆哮 使得四周凶兽的嘶吼 瞬间寂寂 那种自在的感觉 足以说明 天脚没隆 对于这片秘境的熟悉程度 毕竟他 就是来自这里 白小春倒吸口气 一代老祖声音回答 天脚会始终守护在这里 此地开启时间一个月 一个月后 你等 必须回归 说完 一代老祖 与其他四个老祖身体一晃 只本漩涡飞去 刹那穿透 化作五道长虹 只本一处方向 急驰而去 传承序列的这十几个人 每个人都有自傲之处 对于白小春这里 他们虽尊重 可毕竟 白小春是助击 而他们呢 则是金丹 此刻只是向着白小春 点了点头 就一晃 继续 钻入其内 小春 进入后不可走远 一旦不妙 立即捏髓玉节 李清侯 叮嘱了几句后 有其他传承序列催促 他这才走入漩涡内 与约好的几人 一起探寻 他们要去的地方 对于助击而言 凶险 不好带着白小春 况且 这种机缘之事 也勉强不得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白小春 目送李清侯远去 站在深渊旁 迟疑了一下 琢磨着 自己要不就不进去了 白小子 来来来 这里安全得很 你只要在我千里之内 我保你安全 天脚没隆 在漩涡下的密境内 笑着开口 白小春干咳了一声 想了想后 觉得这里 毕竟是宗门的秘境 而自己又有传送欲解 应该 不会有太多的危险 况且 对于这秘境 白小春也很好奇 于是 摸蹭了一下 这才一跃跳入 穿过漩涡后 降临在了 这片世界中 刚一进来 杜尔诗就感受到了狂风 这里的风与外面不一样 更大 更为狂暴 吹在身上 都有些冰寒 白小春深吸口气 抬头时 看到上方的苍穹 一个巨大的漩涡 透过漩涡 能看到林熙宗 而天脚没隆 则是盘旋在漩涡四周 此刻 正带着笑意 看着自己 放心的去吧 这里我熟悉 只要 不是招惹了 那几个恐怖的家伙 一切无碍 况且那几个恐怖的家伙 每一个都在沉睡 你不要害怕 我再送你一缕气息 保你在这里 平安无事 天脚没隆 哈哈一笑 吐出一口黑色的雾气 化作一枚鳞片 落在了白小春的面前 多谢前辈 白小春一把抓住 立刻欣喜 向着天脚没隆 抱拳一摆 这才转身 飞向远处 心里打定主意 绝不走出 方圆千里之内 感受着此地吹来的寒风 白小春看向大地 整个地面都是绿色的 远方无数的深山 似藏着未知的秘密 这片世界 在白小春的感觉 如同大荒一样 天空灰蒙蒙的 没有云 似乎连太阳也都看不到 可却并不漆黑 白小春找了半天 最终才看到 那天空的尽头 似乎存在了 太阳的光源 随着风吹来的 是阵阵意味 仿佛是凶手的体位 与分别 混合在一起的气息 虽很淡 可是 却让人有种 说不出的紧张感 这里没有人迹 有的只是 无数凶手的气息 甚至只是 飞出了一百多里地 白小春就感受到了 森林中 一道道充满了凶残 可缺忌惮的目光 显然是 白小春身上的 天脚鳞片 使得那些凶手 顾忌不敢靠近 甚至这些气息里 白小春都感受到了 堪比金丹的凶手 他甚至看到一头 如豹子一般的凶手 竟突然的 血口大开 化身百丈大小 吞下了一头 数十丈大小的牛兽 甚至骨头都不涂 身体又恢复如常 冷眼的 看了白小春一眼 这才一晃 消失在了 下方的丛林中 啊 这里也太危险了 白小春身体 哆嗦了一下 回头看了 看远处天空上 已已能看到的漩涡 这才深吸口气 又继续前行 直至飞出了数百里后 白小春坐在一处 山峰顶端的山石上 望着四周 从这里看去 整个大地起伏 很是壮阔 好没意思呀 这里一点都不好玩 白小春拿起一块石头 扔向山下的丛林 草木晃动 飞出一大片 长着两个头颅 身体半人大小的 凶残飞鸟 这些飞鸟 发出刺耳的嘶吼 狠狠地盯着白小春 看到白小春 心头发毛时 他们才带着忌惮 与半空绕了几圈 重新回到丛林中 算了 我还是回去吧 这里的寿 一个个都不友善 白小春咽了一口唾沫 赶紧起身飞出 就要回天脚墨龙那里 可就在白小春 飞起的瞬间 突然的 在远处的一座山峰内 猛然间传来一声 怒吼到了极致的 嘶吼咆哮 这咆哮 仅仅是一声 就轰鸣了世界 让无数山峰颤抖 无数凶手 发出凄厉的惨叫 哆嗦的不敢抬头 甚至 大地都轰鸣起来 白小春头皮直接炸开 脑海嗡的一声 被震的双耳与龙时 看到了远处 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尖叫的向着自己 飞奔而来 不就是一个小蝌蚪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敢这么凶我 你家闺爷上次苏醒时 还看到了你爹呢 你是蝌蚪 你爹是蝌蚪 你全家都是蝌蚪 第三百一十九集 那飞奔而来的身影 是那么的熟悉 画出的长虹 是那么的风骚 传来的声音 是那么的荡气回肠 这身影正是小龟 白小春呆了一下 汗毛乍起 脑子都蒙了 如有十万天雷 同时在耳边乍响 他无法置心的 看着这一幕 尸声惊呼啊 你 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白小春的话语 还没等说完 他就看到 在小龟的身后 一座座山峰 突然爆开 无数碎尸 向着八方飞剑时 大地颤抖 无数鸟兽骇然中 一个巨大的 如同放大了 无数万倍的蛤蟆 竟从大地内 一跃而起 这蛤蟆之大 怕是超越了万丈大小 跳起时 身影遮盖阳光 在大地上 留下了一片 巨大的阴影 气势扩散 喊动天地的同时 也散发出 难以形容的 绝世凶残 此刻 这蛤蟆双眼赤红 弥漫了血丝 显然是愤怒到了极致 死死地盯着 在他眼里 如同跳蚤一样的小乌龟 发出了一声 让这整个世界都颤抖 大地翻滚 苍穹扭曲的嘶吼 这声音一出 直接就撕裂了一片虚无 形成了阴宝 轰隆隆的 向外不断地翻滚而去 肉眼一见 如同苍穹上出现了怒浪 向着八方扩散 横扫一切 小乌龟被冲击 似更愤怒 咒骂之声不断传开 叫什么叫啊 知道你是公的 你这不孝子孙 早知道 当年龟爷在你 还是小蝌蚪的时候 一把捏死你 不对 捏死你爹 捏死你爷爷 这蛤蟆眼中 都爆出了红色光芒 身体轰的一声落地后 其四周千丈的地面 直接坍塌 如同蜘蛛网般 蔓延开来 而他的身影 再一次 跳起到半空 向着小乌龟 疯狂地追来 白小春 头发直接被掀起 身体控制不住地倒退时 发出了一声淒厉的尖叫 该死的乌龟王八蛋 我 我恨你 这白小春哭丧着脸 这蛤蟆一看 就是凶残日吉 即便是没有金色鳄鱼 那么恐怖 也一定不好惹 可这小乌龟 居然将这大兽引怒 白小春杀了小乌龟的心都有了 尤其是看到小乌龟 居然向着自己飞来 这白小春都要抓狂了 大吼中 爆发出自己最快的速度 嗖的一声 瞬间怨去 不但天妖神出现了 就连背后的翅膀也都出现了 甚至白小春还没有完全琢磨透的引力 赤力也都出现了 加上汉山壮 他都不惜代价地施展 化作一道残影 用他这一声最快的速度疯狂地逃走 白小春速度不慢 只是小乌龟的速度太快 眨眼睛 小乌龟化作的长虹 就直接飞到白小春的身旁 追到身边时 他还冲白小春一撅嘴 怕什么呀 有龟爷在 这小乌龟 龟爷当年捏碎了好几个 哎呀 龟爷有些累了 我休息一会儿啊 你别打扰龟爷 不然 龟爷骂死你 这小乌龟打了个哈欠 全身光芒一闪 瞬间消失 直奔白小春的橱袋内 临消失前 他还大吼了一声 小乌龟 有本事 你和我主人打 能打得过他 再来找我 这白小春怒吼啊 正要诅咒时 身后传来更强烈的咆哮 只见那只大蛤蟆 此刻死死的盯着白小春 更为疯狂的追来 我错了 龟爷 龟爷你放过我吧 我原本挺喜欢乌龟的 这白小春眼泪都在眼圈里 吓得尖叫了一声 急速逃顿 可小乌龟却毫无反应 白小春心底悲哀呀 他再次想起了金色鳄鱼 他觉得这小乌龟再这么下去 真的会把自己的小命 给弄丢的 你会遭报应的 白小春泪眼模糊 玩命急迟时赶紧高呼 天脚前辈 天脚前辈救命啊 这原处天脚木龙 原本还在悠哉的溜达 听到蛤蟆的叫声后 他愣了一下 看去时 眼珠子都快蹬了出来 正发懵的时候 听到了白小春的叫声 又看到了白小春 冲着自己飞来 他全身鳞片都竖起了 发出了一声怒吼 该死的 这你居然都能将这老蛤蟆 招惹得这么暴怒 天脚木龙心头狂颤 这片世界里 他看似很强 可还是有几个老兽 他也不敢招惹 这蛤蟆就是他不敢招惹的老兽之一 别过来 你别过来 天脚木龙颤抖赶紧高呼 可白小春此刻哪里能听 用最快的速度直奔这里而来 就在天脚木龙颤抖时 此刻那大蛤蟆子怒吼一声 声音传遍四方 吓得天脚木龙身体震动 眼睛也立刻红了 露出了凶残之意 似要爆发 白小春一看这样 顿时感动 他觉得这条老龙对自己太好了 飞的速度更快 天脚前辈 您的大恩大德 我白小春一定铭记 我要回宗门 这里就交给你了 白小春心中无限感激 觉得自己当年围着老龙重振雄风 对方还是感恩的 正感动时 忽然的老蛤蟆再次低吼 竟从口中伸出一条快若闪电的舌头 这舌头之长难以形容 速度之快 几乎看不清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一念有恒》 眨眼界就直奔天脚没龙而去 显然是要先灭了老龙 再收拾白小春 老龙眼睛猛的瞪起 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 让他颤抖时 发出一声咆哮 蛤蟆都有 这小布点招惹你了 我帮你将它堵住 小布点 敢招惹我大哥 找死 这天脚没龙吼声回荡 看似威风 心中却在颤抖 话语一出 那老蛤蟆愣了一下 舌头一断后 没有继续向天脚没龙发起攻击 而是刹那回卷 在白小春愣住时 直接卷在了他的身上 绕成一圈后 猛的一转 白小春惨叫啊 欲哭无泪啊 他的叫声还没传出太久 瞬间 耳边就由破空之声尖锐而起 下一说 他的眼前一黑 已到了一个漆黑的世界里 在天脚没龙这里看去 白小春的身体 被一条巨大的舌头 直接包围 眨眼间就吞入到了老蛤蟆的体内 天脚没龙身体已哆嗦 勉强挤出笑容时 老蛤蟆凶狠地看了眼天脚没龙 转身时一个跳跃 直接飞向了远处 确定老蛤蟆走远 天脚没龙这才深吸口气 完了完了 白小子被老蛤蟆吞了 不过这老蛤蟆 一向消化缓慢 白小春肉身强悍 短时间内应该无大碍 天脚没龙赶紧联系 灵溪宗的几个老祖 抓紧时间 正确去营救 而此刻的白小春正躺在蛤蟆体内 四周虽然漆黑 可慢慢的也逐渐适应 能看得清晰 只是这一看之下 白小春免得顿时苍白 这四周弥漫了年夜 更有肠胃蟆蟆蟆 更有肠胃蟆动 极为恐怖不说 还有一股无法形容的酸味 让白小春有些作呕 而他的身体也被黏在了一团肉上 抬起手臂时拉出大量的丝线 白小春承受不住 赶呕了起来 杀千刀的小乌龟 我恨你 白小春抓狂啊 尤其是看到自己的衣服 居然被快速的腐蚀时 他更是恐惧了 好在他的不死长生宫 肉身强悍 此刻无碍 用了好大力气 不断的挣扎下 白小春这才站起来 看着四周 整个人眉头紧锁 一定是被那臭蛤蟆给吞了 我现在是在他的身体内 哀声叹气时 白小春想要向外走 可却发现 那里被一大片粘液 直接封死 白小春发了狠 右手掐绝石 血气滑溪狠狠狠的一斩 给我开口 碰的一声 那一箭落下 竟传出金铁撞击之声 皮肉连一丝缝隙都没有损伤 白小春傻眼了 不行 一定要找个方法 让这蛤蟆开口 这里不行 只能去深处 说不定有办法 或者 实在不行 该死他 我白小春一世英明 也只能走齐后门了 这白小春哭丧着脸 纠结了好久 又试了传颂欲解 发现无效后 长叹了一声 觉得自己好可怜 向着伸出走去 一路走去 她的衣服已全部被腐蚀了 好在肉身强悍 此刻依旧能坚持下去 只是这一路上 地面湿漉漉的 踩上一脚立刻粘住 让白小春在这里一连吐了好几次 小乌龟 小乌龟 我又杀了你 白小春要抓狂了 翻动除袋 可任凭她如何寻找 也都找不到 小乌龟的踪影 无奈之下 白小春只能继续前行 一步一步 她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幸亏 是以她如今筑基后期的修为 且第七层领海 在这段日子 只差一丝就可以完全化精 使得她灵力绵长 可以转化内息 最主要的 还是她肉身强悍 才可以在这里坚持下来 此刻忍着俯视之感 忍着这里的酸气 必须要咬牙前行 实在不行 就只能等救援了 那条老龙虽怕死 可是一定会通知老祖们的 白小春哭丧着脸 想到自己居然这么悲催 她对小龟呢 是更恨了 一路诅咒时 渐渐的走到了深处 也看到了四周很多 似乎难以消化的瘦骨 看着那些 已经被俯视的发黑的骨头 白小春就心里哆嗦起来 我不想成为这些骨头啊 白小春赶紧加快脚步 一点也不愿在这里 多停留片刻 正前行时 忽然的 她的锄带内 小龟的头 快速的露出来 贼头贼脑的 赶紧扫了一下四周 真的进来了呀 她话语一出 白小春眼睛 露出疯狂 右手急速抬起 向着小龟的头一抓 小龟瞬间缩头 白小春一把抓空 你给我出来 白小春怒吼着 向着厨带 心中再次抓狂 你让我出去 我就出去 你当你家龟爷 是个棒锤啊 我才不出去呢 你 这白小春发了狠 打开橱物袋 仔细寻找之后 绝望的发现 自己还是找不到对方 我错了 龟爷 你这么下去 我会被你玩死的 我错了 认错 白小春 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他实在受不了了 这小乌龟惹祸的本事 太大了 每次招惹的 都是恐怖的存在 白小春有种预感 这么下去 自己一定会被玩死的 看在你这么乖的份上 龟爷 就给你一层造化 你 按照我说的早 会有 大发现的 这小乌龟 头再次伸出 这一次只露出一个脚 白小春 有心再次抓去 可知道这小乌龟 低防心很强 自己很难成功 此刻常态一声 按照小乌龟的指点 在这蛤蟆的体内 七绕八绕的 很快就走到了一处 偏僻的角落里 就是这里 快快快 这里最薄弱了 用你最大的力气 在这里打开一个口 我感受到了 这里就是我之前溜达时 察觉到了 宝藏所在 这小乌龟 顿时兴奋 宝藏 白小春一愣 废话 要不归于我 没事闲的呀 去弄行这个大蛤蟆 可惜上次 那条金色鳄鱼肚子里 也有宝藏 怎么没把你吞了呢 小乌龟叹息 随后又催促起来 白小春郁闷 看了眼 眼前的粘液 咬牙指下 全身修为 木然运转 灵海之力爆发的同时 他的身后 更是出现了天妖身 整个人的修为 在这一刻 到了巅峰极致时 白小春低吼一声 右手如闪电一样 刹那伸出 食指与拇指称环 正是碎后锁 向着粘液狠狠的一抓 哄的一声 粘液裂开一道缝隙 同时老蛤蟆的身体 猛的颤抖 似扭曲了一下 在他的体内 更是形成了无数的酸液 如同下雨一样 瞬间落下 这些酸液极强 一滴滴的落在白小春的身上 竟冒出白烟 更是让白小春也都觉得刺痛 尤其是四周酸液越来越多 似很快就要化作大海 一旦到了那个时候 白小春无法保证自己能坚持多久 此刻吓得尖叫一声 用了全力不断的轰击粘液 快快快 加油 白小春 你是好样的 你能行 我看好你哦 这小乌龟兴奋的叫嚣时 白小春忍无可然大吼了一声 闭嘴 说完后 他咬牙切齿 再次轰击 终于 将这粘液的裂缝 逐渐的轰开后 他双手猛的伸入里面 向外狠狠的一撕 咔嚓一声 竟撕出了一道可以钻人的缝隙 白小春来不及多想 此刻外面酸液太多 他全身生疼 赶紧的钻了进去 这里是一条通道 四周竟不再是粘液 而是出现了岩石 看得白小春差一时 也察觉到 此地竟没有那种酸臭的味道 反倒是有股清香 让人闻了后 很是舒服 正差一时 小乌龟刹那从厨袋飞出 直奔前方 身色内露出惊喜 更有兴奋 鬼爷我 终于又干起了老本孩 好激动啊 这里到底存了什么呢 这小乌龟双眼冒光 速度极快 瞬间就到了这通道的尽头 在那里有一处巨大的石室 白小春也快速跑来 到了这石室后 一看他大吃一惊 这石室足有百丈大小 四周存在了无数红绿两色的肉状藤条 与石室连接在一起 蔓延到了上方 分散 很是广阔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那些红绿凉色的肉状藤条 使而颤抖 看起来似乎贯穿了整个老蛤蟆的体内 这里 白小春呼吸极粗 低头时 看到在这实实的正中心 那里有一座石台 上面放着一枚玉解 还有一把黑色的伞 真有宝杂 白小春倒吸口气 那清香就是从这伞上传出的 他还没等仔细去看 一旁的小乌龟 已经双眼冒光的尖叫了起来 好大的手笔啊 这是以大神通之力 强行将这只 本可以晋升为王兽的存在 生生的限制住 使得其晋升缓慢的同时 将他的所有神经 全部抽出 凝聚在这里 通过这种不是封印 而却比封印更真实的手段 操控此兽 使之成为 一个能移动的祭坛洞府 这恐怕还只是一个半成品 这洞府的主人 一定是出了意外 否则的话 等待他后续的改造完成 此兽必定会晋升王兽 以这种手段 操控王兽 不但使之成为洞府 更是依靠此兽成为王兽后 那种旁布的生命力 来为自己续命 这是 这是 远古时期 魔道修士的做法 小乌龟 小乌龟激动啊 在这洞府内飞来飞去 白小春也听得心神震动 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小乌龟的话语 也可以听懂 只是听懂后 他心中震撼 难以形容 远古时期的修士 操控王兽 对于王兽 白小春不陌生 铁蛋就是一个具备王兽 钳制的战兽 哪怕眼下还不算真正的王兽 可那种操控万兽的手段 足以让一个宗门轰动 白小春吸气时 小乌龟飞到了中心石台的上方 盯着放在那里的玉剪与黑伞 双眼光芒更为强烈 白小子 快去看看玉剪上写了什么 一定有此人的身份 说不定还有传承功法留下 发了呀 这一次发了 白小春也紧张起来 看了看玉剪 迟疑了一下后 小心翼翼的靠近 视他一番 确定没有什么端倪后 这才拿起预解 体内灵力涌入后 他的脑海里 顿时有一个沧桑的声音 骤然回荡 足欲战 无当主 此战九死一生 三明永夜 尚未成品 一旦完成 可成天品灵器 五不舍带走 留于此地 有缘得之 受为必持 天生叛古 须至少 须至少具备天人之力 方可暂时降伏 如来者修为不够 可以五余流手段 直接抽其升级 以提高自身之力 生意 生意消散 关于如何吸收这只兽的生机之法 浮显在了白小春的脑海里 白小春放弦欲解 还是有些发梦 看向那 伞时 他的墓中露出火热 完成后 就是天品灵器 灵器啊 那是一个宗门的底蕴之宝 而且 他还是天品 这白小春呼吸急促 上前一把拿起黑伞 在他与这把伞 碰触的瞬间 此伞光芒一闪 竟有寒气扑灭 让白小春全身冰寒 仿佛 全身血液都冰煮 如指身生死危机 好伴上 才勉强承受 可却无法将其打开 白小春双眼冒光 盯着手中的伞 大笑起来 可就在这个时 在这把伞 被白小春拿走的瞬间 似打开了某种封印 突然的 整个洞服猛的摇晃 一声闷闷的嘀吼 似从外面传来 更有一股挤压之力 无形的扩散 好像那只大蛤蟆 此刻有所察觉 正用自身之力 要将白小春连同这洞服 一同碾压粉碎 轰鸣滔天 咔咔之声回荡时 洞服外的通道 直接坍塌 大量的酸液 散发恶臭 直奔这里而来 与此同时 这洞服也支撑不住 不断碎裂时 在那无形的挤压之力下 白小春全身震动 如被白山压顶 双腿颤抖 嘴角溢出了鲜血 不断碎裂时 不断碎裂时 不断碎裂时